哈喽,大家好,我是日日 今天呢,我们又要来做这个短发的汉服发型教程了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需要用到的假发包 一个中号的八字包和一个八十厘米长的曲曲发 首先我们还是要把头发分成三份 头顶两份和头顶分两份和后面分一份 那我们直接来把头顶的两份分出来 然后我们拿一个小蹄筋把它扎起来 那一边就粘好了,我们把这一边也扎起来 然后后脑勺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用去管它 因为一会我们还要上甲发片 那我们先把粘好的这个小啾啾再扎一点 如果你碎头发比较少的话可以不扎 但是我这边因为是打薄过的 所以我碎头发比较多就要扎起来 粘好之后呢,我们把它给它叠起来 那我们一边一边来先把这一边叠过来 然后用一个V字架固定一下 然后我们就要用到这个发片把它放在头顶 盖住刚才的那两个小啾啾 然后还是要一只牙把它夹起来 这样呢,我们就有一头长头发 然后我们从后面的发片里面取出两束头发 我们取出这两束头发之后呢 我们需要在头顶把它编成一个蝴蝶皮 那我们先拿一个小瓶筋 然后我们要取出这一束头发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给它扎一个小啾啾 扎到最后一圈的时候呢 不要把所有的头发都拉出来 拉一半 然后看一下长度是不是刚好 那这个长度呢我觉得是刚好的 那另一边就扎成这个长度 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圈圈 这样折到头上 把它做成一个蝴蝶点亮给它夹住 然后这边多出来的头发呢 我们把它扎成蝴蝶点亮给它 然后这边多出来的头发呢 我们把它扎成蝴蝶点亮给它 然后这边跟这边一样 我们把它扎成蝴蝶点亮给它 然后我们把两边的蝴蝶蝶都做好之后呢 再加上这个八字包 八字包我们来用U星卡固定 不悔 一场春秋 生生绵绵浮华是非 待花开只是在醉一回 一护情酒一身晨晦 一年来回 独余生 此后来加同事 如果想要更端庄一点 可以把这两个小片子收起来 把它收到这个假发片的后面 还有一些小片子 我们可以用这个小片子 丝静 或者这些小片子 我们的小片子